熊鹿队终于回归了,今日战胜绝金后,他们取得了六连胜,总战绩十二胜八负,强势回到东部第六,昔日的王者即将归来了。 赛后采访字母哥,谈到联盟球星的发挥时,他是否认为库里是独树一帜的球员,字母哥予以了否认,不认为库里是独一档的,联盟中有很多球星都发挥不错,这其中也包含我,我们会逐渐展露头角的。 字母哥从开赛就被认为和杜兰特并列,是联盟的头牌球星,谁想到盟神库里突然杀出带领勇士队取得联盟第一的战绩,这无疑让杜兰特和字母哥都相形失色,但是字母哥毕竟有可能是联盟未来门面的接班人,他不可能承认有人完全比得过他,更何况字母哥发挥确实不错,场均27.1分,11.7个篮板,6次助攻,1.84次,盖帽不要太凶残。 熊鹿队觉醒后,必将再次搅乱联盟格局,看来本赛即NBA的比赛将会比较好看,谁能笑到最后,目前都不好说。